整个特赦事情就是黄调了 好不好 为什么呢 蔡英文无法特赦 因为内阁已经总辞 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程序 虽然520才要正式交接 但是目前有个空窗 也就是说呢 今天内阁 旧的内阁 已经蔡英文的内阁 已经总辞了 进入了看守阶段 所以就算是现在 蔡英文命令特赦陈水扁 然后呢 送到行政委员跟法务部 因为已经总辞了 也没有办法完成 最后的后续程序 懂了吗 所以所谓的蔡英文 将在明天17号520前 最后一个上班日 宣布特赦的说法 从行政程序来看 并不成立 并不成立 就说整个案子就黄了 就黄了 我不知道现在 这个阿扁的反应怎样 手又开始抖了吗 还是说开始哭 还是说呢 开始想要复仇了 会不会明天又开个广播节目 要抖出谁当年拿了他的钱 不知道 但是整个案子 吵吵吵吵吵吵到现在 大家都觉得已经拍板定案了 板上钉钉了 那时候还说嘛 哪些案子可以设 哪些不能设 犯罪所得 还是要默入 对不对 据说跟阿扁 他们家又瞧不拢 这样的话会无法维持生计 少掉那好多亿 这个生计就没有办法维持等等 现在看起来叫做什么 这个叫什么 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 对不对 一场空 就这样没了 你觉得阿扁会怎么想 阿扁被耍了吗 这个希望一下升那么高 突然之间一下又破掉 所以呢 这个压力又回到赖清德身上 因为赖清德台南人 阿扁台南人 台南人相亲的期待 好 那赖清德的部分 来今天中国时报的这个社论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请大家去看一下 不管如何 不管蓝啊绿啊 或是红啊白啊 谁希望打仗 没有人希望打仗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主张非常好 蓝绿白合作才可以 必战谋合 大家的主张都不一样 没有错 但是大家有共同的理性 共同的理念 就是不要打仗 不要生灵涂炭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拿出理性来合作 才能够避战嘛 最重要的是避战 没错 这个兵凶战危啦 民进党当然有主战派嘛 鼓吹要备战 但是民意不支持 选票也不支持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从选后当晚赖清德的演说 还有胜选到现在为止 赖清德的低调跟谨慎来看 赖清德政府就任之后 在两岸关系上 应该是要求稳 更何况不是他想不想 还有美国的约束嘛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跟拜登 两位领导人也都不想打仗 大陆不想打仗 美国不想打仗 美国也没办法打啦 对不对 中东的 俄乌的 拜登要选举都快选不上了 然后我们台湾也不想打仗 那他认为习近平拜登 两个人之间会有一定的互信 各方面的对接都开始了 不是吗 所以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会比较谨慎 在美国管理之下 大陆对赖清德实现法理台独的担心 其实是降低的 因此释出了很多善意 愿意对台湾社会展开 比较温和的态度 但当然美中关系并不稳定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结论 大家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道理 既然台湾人民选择了赖清德当总统 虽然说得票数是少数 让立法院去制衡 那人民的选择 蓝绿白都应该要尊重 台湾的政党政治跟民选总统制度都已经成熟了 所以朝野政党如果能够合作处理好两岸关系的话 当然是不是可以成就中华文化特色的自由民主制 再讲一遍 中华文化特色的自由民主制 不是美式的自由民主制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的一块重要拼图 然后注意了 两岸要和平台都不可行 蓝绿白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 差距不大 但当然了 差距还是有的 所以现在是一个和平 注意最后机会 赖清德 你必须要有魄力争取在野党的合作 在野党要有智慧 不要再为反对而反对 大家的理念不一样 但是大家可以共同拿出理智来 管理好两岸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路 新的一条路 那过去总是拼得你死我活吗 理念不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道不同 但是可以拿出理智 是不是 这个理智的基础就在于不要打仗 如果美中有共识的话 台湾要自决坟墓吗 家里长辈也很适合有一条 让肩颈更加的放松 行动安全又便利 请上我们的快点购来选购 别忘了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折扣 好 这个给我们的新政府团队 也许给他们点机会 给他们点正能量的一些期待 这对我们台湾都是好事 赖清德他有他自己的脾气 有他自己的习惯 有他自己的理念 当然他也应该有自己的理智 更何况还有美国的约束 那在此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对美的 对国际的 对大陆的 对台湾内部的 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这个也很重要 魏广法的修正案 50多位蓝白立委共同联署 5月16号今天提出 明文要求为了避免政治 不当干预新闻自由 调整新闻台执照期限为永久 为什么呢 你通过之后就没有办法 再打折言论自由为民 收回没收这个执照 来钳制新闻自由 我们中天新闻台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修正通过之后 它的效力硕及既往 也就适用于征送中的案件 比方说中天关台案 我们赢了NCC官司 总共17次了 到此刻为止 我们也没有办法赴台 所以这个部分说实话 而伤害的不只是 中天新闻的权益 伤害的是民众的权益 伤害的是台湾的新闻自由 所以一开始我请教一下 这个介大使 你怎么看待 从这个520大家对他的期许 从这个要让阿扁头痛的 陈雪本的特赦 到整个魏广法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两案 赖清德他的着眼点很多 怎么看 其实阿扁这个特赦案 我的看法可能跟很多人 都不太一样 这个案子如果当时 没有再积极进行的话 不会泄露出这么多 先出来试风向 为什么最后一刻 他被拿掉 我的推测 是美国明确反对 美国明确反对 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清楚 美国人对阿扁的身无痛绝 这个我正好那一段时间 阿扁在被美国人修理的时候 我正好在华府服务 那我知道华府的气氛 那是同仇提开对阿扁 认为他是个怎么样 你玩谁都可以 你玩到美国人头上了 美国人这个气 美国人绝对不会让人家 去玩他的 尤其美国认为你阿扁 你们台湾是 是我美国在造的 结果你阿扁 用这种方式对美国 最主要他这个 他在第一任的时候 所以记仇就到现在 美国人不是记仇 美国人不是记仇 美国正好正好这个时候 给这个赖清德一个机会教育 就是说你跟美国人玩花样 基本上你的下场就是阿扁 你以为过了他现在 阿扁关了六年这个牢 他真的不要怪别人 他要去检讨他跟美国的关系 你想想看 这个瑞士是靠洗钱起家的 怎么会在关键时刻 把他儿子在瑞士的账户把它公开 瑞士的地方法院一个资料就送到哪 就送到我们最瑞士代表处 叫我们清查 有一个叫陈子中的人 他的账户在瑞士账户 有异常的洞 这个好出入 这个我瑞士我也带过 瑞士从来不干这种事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来 那就是阿扁快要下台的时候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阿扁惹毛的美国 是从上到下都惹毛 那个时候小布希是用三字经骂陈水扁 而陈水扁最后一次他还想赚外快 要出国到友邦访问 他要过境美国 结果你知道美国最后一次给他什么 待遇 最后的待遇 阿拉斯加一小时不准下飞机 三个条件 而且在最后一分钟 才会告诉那个时候的驻美代表处说 你告诉他就这个条件 所以今天阿扁到现在 他不知道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 美国就是说 你曾经对我不起的 我让你永远不得翻身 这个是一个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 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 犯我者必永诛之 而且正好现在赖清德 这个内幕我想美国人都清楚 为什么要搞阿扁的案子 到最后一刻突然没有了 这就是美国人一方面告诉台湾 尤其民进党这种 你们不要犯到我 犯到我阿扁就是个例子 虽远必诛 而且如果这样讲 而且是永远追杀 这叫永远追杀令 对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从这个新闻的操作来看 我们在新闻圈那么久 我们就会直觉认为 这个事情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因为他已经讨论到 很多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还有很多的内幕开始出来 而且你看到讲话的人 其实都是这个里面 算是蛮核心的 但是后来林俊宪出来讲话 这个绿营的大佬出来讲话 你觉得可能还是内部 在做一些推剧而已 但是崩了一下子突然黄掉 不单纯 照华府美国这些美国人的逻辑 他说正好一个机会 送到我 你这么做球给我做 我还找不到机会 竖一下我的威 也正好那个赖清德 搞不好还没有完全了解 美国人的手段 那我就今天对阿扁的这个作为 就给你赖清德做一个示范 凡成 凡 犯我者 凡我者 终身诛杀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你看美国让阿扁做了六年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阿扁的儿子在美国两栋豪宅 一个在纽约市 一个在他的那个 Virginia 那个EUV 在那个Virginia University 那个campus 两栋豪宅 美国台湾的这个判决 一确定贪污以后 他就把这两个房子给他拍卖 卖掉了 卖掉 用美国拍卖 因为他有法令 这种贪官污吏的美国有法令 然后卖掉以后 一部分钱留在美国 一部分还给中华民国政府 你想想看 阿扁到今天都没搞清楚 你这个靠美国的力量 在那边搞台独 结果你跟美国人这样子干 结果呢 搞到现在 你不要以为事情过了 这个风声都过了 美国人那笔账 可是清清楚楚的 而且他是签依法动全身 所有犯我美国者 今天你当时玩我 玩我美国的 你今天你还想脱离美国的影响力 那是不可能的 虽远必诛 虽久必诛 这就是永远 凶生追杀令 他不会翻身的 我想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蔡英文跟那个赖清德 他们不想做的话 不会搞出后来 搞了那么多新闻的操作 最后一刻 只有一个就是外力 他内部不会有什么争论 就是外力 外力就明确跟 而且都讲得很明的 你这个事情给我 立刻给我停止 难怪 那蔡英文马上就知道了 那赖清德能做什么呢 赖清德已经到这个关口了 他就要知道美国的厉害了 所以这一件事 我觉得阿扁的事是 正好美国人来看的话 你做一个球 我正好还没有抓到机会 刚好立个威 我输一个威 给你赖清德看着 然后蔡英文 你不要以为你下台了 你就什么拍拍手 什么都来了 那美国人就是这样 的话 你就不要以为你 君子 雅 雅